大家好,我是MamaCare的Chicula 接下來幾集我會介紹產褲的食材 今集我會介紹了烏雞汁 材料,有一隻新鮮的烏雞 烏雞的鐵質較高 但比起黃皮白肉的雞是沒那麼醜 所以產褲,當時要買東西 擔心人粗熱騰,也可以用烏雞 另外,我會在燙烏雞汁上加一粒藍藻 藍藻製補血之餘也是補氣的 不過有很多媽媽或客人問我 坊間都說有些是真的藍藻 或是怕買到有些真或假的藍藻 這裏有兩種種類 這裏是真的藍藻 如果真的藍藻 剪開一粒,骨頭的尾巴比較沾 裏面有一粒種子,這就是真的藍藻 這兩粒是馬芽草 另外這粒是黑棗,但會碰到尾巴相對滑 而且剪開是空心補重子 這就是我所謂的藍藻 大家到時買回來就去吃飯了 我首先處理了烏雞 在街市買回來,我預先一斬了四結 但洗乾淨之後,還要做一個工序 就是要用一些廚房紙 每一件雞其實要吸乾一點水 淡出來的時候,其實雞汁就會比較濃郁 淡完之後,我會把這個雞剪開細 淡出來的時候,會相對更容易 注意的是烏雞購買的時候 最好叫它在雞皮淡出來的時候 油份相對就不太多 不過我會把那些雞腳,雞頸和雞翼 即是中間這一角翼加雞翼尖,其實我不會要的 因為這地方也怕會脆一點 雞頸都會有很多淡泡 有些行李也未必想要的 但是如果你說雞翼,雞腳 想做其他菜式,可能會令人喜歡的 這些留待到時候,你家裡不去處理了 我把這幾個東西放在另一個碗裡 這個醬汁,我把醬汁剪掉 然後就開始去剪這些雞芽 全部把它剪細一點就可以了 這隻烏雞就剪掉了 剛才說的是一粒藍草 我要預備一個粉鍾,需要有一隻粉碗 我首先就把這粒藍草放在這個椅中裡面 然後我就需要把一隻碗反轉去吸住藍藍草 吸完之後,我就需要把雞全部圍著那個碗放在旁邊 切得細小的好處就是,放得會放得好些 而且雞汁那些,其實它會出味,會出得好些 總之就圍著這個碗放 有些放在碗的上邊都可以的 看完之後大概就是這樣的樣子 一滴水其實也不需要加的 這樣我就會把它放在兩柱鍋裡 我們這個燉的時間,我們就需要四個小時 稍後我就會給大家看看 好,我們這個粉烏雞湯就完成了 我現在就拿去另外一邊 我這個燉烏雞湯就拿了過來 首先我們把裡面的雞夾到一個碗 我們還有一個方法就是把雞腿肉分開 因為這塊雞腿肉其實我們可以 教第一個方法就是可以吃完它 當有一個菜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現在逐漸逐漸夾到來 但雞腿肉那些我就把它分開 大家看到現在在碗裡面是湯汁的汁液 慢慢我就會把它吞出來 大家看到這個湯汁就在裡面 加上這個藍棗 我稍後就會用一個隔油糊 然後就倒在我的湯碗裡面 我們這個保兒不醋的藍棗燉烏雞汁就完成了 很香 我相信各位產婦都會很喜歡 我們剛才就拿了一些雞出來 這個烏雞呢 其實我的手就分開了 有些雞胸和小雞腿肉 這個雞腿肉其實即使燉了幾個小時 仍然是可以吃 而且它的味道和嫩滑度都很好 我教大家如何處理 我們很簡單 我們先把它撕開 做一些雞絲 撕開它 剝細一點 這樣送飯的時候 也是可以很好吃 所以你們去剪雞肉的時候 就可以分開了 到時記得雞腿的位置就不要受了 當如這裡已經做了雞腿肉 我只需要怎樣做呢 剛才我們就預備了一些薑蓉 我就拿少許下去 好了 與此同時也可以拿一些幼鹽 也是少許可以了 本來也是放下去 撕開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筷子也行 或者手或戴手套 可以攪拌它 待會就可以當作一個菜 這樣去吃 剛才就加了薑蓉 還有少許有鹽的烏雞肉 也可以在吃飯的時候 拿來一起享用 我們媽媽Cat Center 每個月都定期舉辦 一些育嬰課程 以及回饋證書課程 當中也會講錯語 和相關的食料 有興趣的話 可以登入我們的網站 或者Facebook 可以瀏覽 有興趣可以參加 有興趣可以參加 請問問答案 如何都會有筷子 用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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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進去